下一位谢谢 潮潮人龙看不到镜头 民众排队抢买快筛试剂 这个现象被中国媒体大篇幅报道 中国官媒环球网台海网 放上副总统赖清德年初捐助 我国友邦宏都拉斯快筛试剂的照片 标题写上台湾当局花费1500万元为友邦 根本是百姓钱做民进党面子 同样在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发出新闻稿 质疑赖清德 登革热白死不给慰问金却千万快筛送外交 台湾人民一文不值吗 国民党大声质疑 民进党立委奉刺国民党和中国一搭一唱 外交部也痛批挑拨分化 无良媒体认知战 提醒要认清中国的操弄手法 切勿沦为认知战的传播媒介 副总统在野党指引你 签助快筛给友邦 可是台湾现在都不够了 我们是捐赠给宏都拉斯的人道救援的防疫的物资 国内快筛世纪大缺货 中国的认知作战 在台成了蓝绿政治的攻防话题 进行为叶廷曾俊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